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限纯粹是由有限构成的 这已经是矛盾了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 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 那么这个地方啊 他说这个并不比它引起的少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 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常识 都会引起更糟糕的矛盾 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 所以它是无限的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 无止境的展开的过程 如果矛盾消灭了 那无限性也就终结了 所以这个无限性呢 也是按照恩科说法什么 它是一个无限的拓展的过程 是一个不可消除的 如果你认为它消除了 那么它也就终结了 也变成有限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所说的有限是什么 有限是什么 它讲的有限是指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 指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 就是说在这个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当中 你首先要定义有限 这个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当中啊 首先要定义有限 你把有限定义出来 有限定义出来了 无限就可以定义了 那么有限指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存在 有限呢 它是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 这是一个定义 既然是这样 那么无限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本性和无限发展 那也就是说无限是什么 这就无限啊 这个地方马克思就不把它 如果说杜林把它定义为思想的形式 无限是一种思想的形式 那么马克思这儿的无限呢 由于他说无限呢 是由有限构成的 是吧 无限是一个矛盾充满这个 而且充满了矛盾 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 无限既然是由有限组成的 那么首先你要说明什么是有限 恩格说有限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存在 个别事物的存在 那也就是他把有限 既然他是由有限 纯粹是由有限构成的 那么这样的构成 由有限构成的无限 是不是必然包含着什么 无数个 就是说无数个这个 就是说具体的这样一个个别事物的存在 是无数个具体个别事物存在 所以呢他指的是什么 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 本性和无限发展 我们看看这个定义 既然这个有限是指的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 那么无限是什么呢 具体的个别事物存在的本性和它的无限发展 那就说它是具体的个别的 具体的个别的存在背后的东西 是不是啊 是不是讲的背后的东西 无限呢 它不是脱离有限 刚好是揭示这个有限的本质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在有限的层次上 有限表现为一种现象的存在 是一种现象的存在 我看到无数个都是现象的存在的话 那么你无限是什么呢 就是对它的有限当中的一个本质的说明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说什么是人 什么是个人 我们看到了一个一个的 一个人很多人都多样性的 就是无数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我说这是有限的 就是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因为它是个别的具体的嘛 但是我现在讲无限的时候 我是要说明这个人呢 他有很多的个性的方面 个性的方面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比方说这个性别的差异 还有这个年龄的差异 这个体质的差异 就是欧洲人亚洲人 各种各样的差异 但是如果我把他们的差异去掉 抽象出它的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人 是吧 它是人 它是社会的人 那个亚利索德的这个定义啊 实际上就把这个有限无限说出来了 他说 这个人总是要死的 这是一个一般的定义是吧 张三是人 那么张三是一个个体 他是人 结论是什么 张三是要死的 张三是要死的 因为所有人都要死 所以张三也要死 所以张三也要死 所以这就把这个人的个性和这个 具体性和它的抽象性 任何事物 人是这样的 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 它都有它现象的存在 但是它也有它类的存在 就是作为一类事物的一个共性的存在 我们说水果 水果就是什么 无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果 果实就是香的水果 苹果梨扁桃 这样一些这个水果的一个 一个本质的存在 一个本质的存在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 恩克斯就反驳了什么 如果杜林把这个无限当作一种思想的形式的话 恩克斯说 你要理解时间和空间 是物质的存在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话 那么你就要理解无限性这个概念 无限性这个概念 那么无限性概念是什么 他说无限性是和有限相联系的 无限纯粹是由有限构成的 这就找到了这个定义的一个基本点 就是我怎么去定义它 所以定义的基本点是什么 我们说了 恩克斯讲的这个辩证思维 他讲这个原则是出发点的时候 你们看我们看前面啊 原则是出发点的时候 他说这些原则啊 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有限和无限是之 也是不能把无限的思想形式 应用到有限的事物上去 而是要从有限当中抽象出无限 那么从有限当中抽象出无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从这个有限的个别事物 撇开它的现象的东西 去发现它的本性和无限发展 也就说一个是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无限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一个是发现它的共性 作为这一类物质物体的一个共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限是什么 无限是对这个有限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把握 本质的这样一个把握 一个那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 恩格斯啊 在说明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的时候啊 所包含的一个基本意识 那么第一个呢 他说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 有限是无限的基础和内容 是无数个有限的这样一个总和 但是这样一个总和呢 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现象的堆积 不是一个现象堆积 而是对它的一个本质的反应 本质的反应 那么这是第一个 从它的这个存在的这样一个本性上 也就是从无限的这个本质上来看 那么第二个呢 他强调了 他说有限事物是无数矛盾的存在 这就决定了 无限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所以它必然是无限发展的 你只有这个有限是无数个有限构成 有限是发展的 所以你无限也必然是发展的 无限也必然是发展的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充满矛盾的过程 第三个呢 他强调矛盾和无限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无限之所以是无限 是因为它包含着矛盾 如果矛盾是无限存在的条件和性质 所以一旦矛盾消除了 无限也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无限一定 当它一旦它和有限相联系的时候 它必然是矛盾的 这就是什么呢 个别和一般的矛盾 也就是说无限呢 它本身包含着个别和一般的矛盾 一方面它是具体的 要通过无数的这个个体具体的东西 来表现它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又 当它通过无数的 具体的个别事物来表现它的时候 本质通过现象来表现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是矛盾的 它一定是矛盾的 它不可能是统一的 它不可能是统一的 所以如果谁要想消除这样一个矛盾的话 那么无限也就消除了 因为无限只能通过它的无数的现象的形式 来发展自己 来表现自己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第三个问题上 他讲了什么 强调无限 这个矛盾就是无限的一个本质 你不要想着去把这个矛盾 消除掉 而是无限的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所以它才能够 无限的存在 正是它是一个矛盾体 所以它才能无限存在 如果无限呢 也就是说呢 无限只能通过矛盾而得到理解 这就是无限的辩证法 这就是无限的辩证法 这样呢 恩格斯就以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关系 以无限的矛盾揭示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明物质的存在既是具体的又是不断发展的 就是说无限的既是具体事物存在的规定 也就是说它是具体的事物的一般 同时又体现了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无限的定义里面 是不是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内容 当个字去定义无限 说无限是和有限相矛盾的 然后去定义无限说无限是具体个别事物存在的本性和无限发展的时候 是不是就揭示了这样一个无限背后的这样一个本质的这样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无限就是具体事物的一般 它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物质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方式 就是说理解时间和空间的时候就要理解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要理解无限性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恩克斯探讨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 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 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上 恩克斯着重讲了两个基本观点 着重讲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它强调运动的绝对性 强调运动的绝对性 也就是说任何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 物质以外的运动是不存在的 任何运动啊都是物质的运动 运动以外的这个 就是物质以外的运动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它强调了什么 运动的这样一个绝对性 也就是它说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我们上面讲的 这是它的一个命题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 没有运动的物质 就是说宇宙间的物质从天体 这个各个天体上 娇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 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 磁流的分子振动 化学的分解和化合 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 在每一群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 或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当中 这儿呢 恩格斯实际上就强调 他说任何的物质都处在运动之中 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 但是呢没有运动和不运动的差别 就是他都是运动 只不过是他的运动形式不同 没有运动和不运动的差别 只有不同运动形式的这样一个差别 只有运动形式的差别 这是他讲的这个运动形式的差别 在运动形式的差别上呢 他在这个自然辩证法里面呢 作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就是我们说他在这一个期间呢 他连就这个自然辩证法 连就自然辩证法和这个反杜林论 就是写作对杜林的批判 是一个交叉的过程 是一个交叉的过程 那么这个交叉过程当中 他的思想是互相借鉴的 是互相借鉴的 可以说理论的批判 哲学理论的批判呢 这个推动了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同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呢 也为他的这个理论批判呢 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资料 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资料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这个运动形式啊 从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发展 他当时把运动形式呢 开化为这个四种 一个是力学的 一个是物理学的 一个是化学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的这样一个 就是有机生命的这样一个运动 生命的运动 强调呢 他其中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因为这个 我把这个观点讲一下 因为这个观点后来引起了 这个苏联哲学的一个 重大的争议啊 重大的争议就产生了这个 布哈林派和德波林派 产生了布哈林派和德波林派 这个他们产生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恩格斯啊 当时把19世纪的这样一个成果 开化为四种运动 就是机械运动 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 他认为这个每一种运动的都有自己特殊的值 这是一个观点 然后呢 就是说 就是说 由于他们的内部矛盾 他有值的规定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强调这个运动啊 这个各种运动 他们是相互联系 相互过渡又相互转化的 然后呢 就强调了这个高级运动形式 是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过来的 那么呢 在这个高级运动转化 但是一旦低级运动转化为高级运动的时候呢 那么高级运动形式呢 又包含了低级运动形式的这样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他把低级的运动形式啊 包含于自身当中了 所以 这个 这是一个方面 他是另一个方面呢 他是高级的运动形式 因为他获得了新的值 所以他又不同于低级运动形式 就是说他不是低级运动形式的一个简单的堆积 而是一个新的值 一个新的值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 后来在这个苏联的哲学当中啊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很大的争议是什么 就是说 一个呢 是德伯林派 那么德伯林派呢 就以这个观点呢 就是说 恩格斯啊 是强调这个 就是强调运动的多样性的 就是根据这个 强调这个运动当中啊 有值的差异 就是高级的运动形式 和低级的运动形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运动形式是多样化的 就是恩格斯提出的 机械运动 物理运动 和化学运动 和生命运动 所以运动形式啊 它是有值的差别的 不能把运动看作是统一的 后来这个机械任派呢 所谓机械任派 就是根据当时的 这个量子力学啊 最新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的成果 然后他就认为了 恩格斯在这提出什么 这个强调了运动是统一的 就是强调了恩格斯 关于这个运动是统一的 所以各种运动形式 都是相互联系的 那么有一个运动呢 是能够把所有的运动 统一起来的 就当时恩格斯是以基建运动啊 来统一所有的运动形式 因为它是最低级的嘛 所以呢 所有的运动形式里面 哪怕是高级的运动形式 也包含了低级的这样一个运动 是吧 恩格斯说也包含东西运动 那就是说都有 哪怕你是生命的运动 你也包含了力学的这样一个运动形式 运动形式 所以运动形式是统一的 那么他们提出这个东西什么呢 恩格斯当时是讲的力学 以力学来统一这个各种运动形式 他说现在量子力学提出来什么 以量子就是说最最基本的 这样一个微观宇宙里面的 这样一个量子来统一这个运动形式 所有的运动形式都可以用量子的 这样一个运动啊 来解释 就是说就强调这个观点 所以他们就发生了这个矛盾 说恩格斯呢 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统一观 自然科学统一观 就是说你这个量子 既从量子力学发现以后 那么量子力学呢 也可以解释这个人类的这个 就是说各种现象 既可以量子力学 既是物理学里面的 可以解释物理运动的形式 同时还可以解释化学的运动 解释生命的运动 所有人的包含人的思维运动 都可以用量子力学来解释 都可以用量子力学 所以他说恩格斯啊 虽然是用着这个力学的观点 来统一这个运动形式 但实际上提出来 现代运动的统一观 而不是强调多样性 所以这两派发生了这样一个争论 这个争论呢 实际上是涉及到 怎么看待现代自然科学 和辩证思维方法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在这个 讲苏联哲学的时候 会展开讲啊 但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 把恩格斯这个观点提出来 这个观点固定的看 好像就是说对当时的 自然科学的一个说明 但实际上它会引起人们 对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世界 这个辩证过程的一个思考 一个思考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啊 稍微这个讲一下 那么他的第二个观点 这是讲的物质运动形式 第二个观点呢 就特别强调了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上呢 恩格斯主要从两个方面 认述了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第一个方面呢 是从事物存在的状态上 三民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 就说恩格斯认为 他说静止啊 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运动啊 这个静止啊 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指什么 运动处在平衡的过程状态当中 运动啊 处在平衡的状态当中 这个平衡的状态 它相对于总体运动来说 相对于那个动的物体来说 它是一种相对性 表现出一种相对性 是稳定的 但是就它自身来说 它还是处在一个运动当中 但是呢 当然这个恩格斯强调 这个物体的相对静止 它的平衡状态 是物质分化的一个本质条件 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 这就是说什么呢 任何一个物质 任何一种物质形态啊 它都要从一个相对静止当中 获得它的值的规定性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物体 是不断地在运动的话 我们没办法确定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静止当中啊 你才 它才呈现出它的一个值的规定性 才呈现出它的值的规定性 所以实际上的事物啊 任何事物 都是因为它的相对静止 而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事物啊 区分开来了 区分开来了 这是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恩格子从这个认识能的角度啊 说明了这个静止 相对静止对于人们认识运动的意义 就是说静止的相对性呢 它是指的一种有限制的运动 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它说 这个相对静止 它是作为值的规定性 所以能不能啊 可以通过值的规定性来测度运动 我说你动了还是没动 所以这个运动的值是什么样 你是基建运动还是化学运动 是根据什么 根据你相对静止 你的稳定的值来确定的 稳定的值来确定的 所以在这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子提出来 它说运动应当在它的对立面积 静止中找到它的尺度 也就是说 静止是运动车度运动的一个尺度 车度运动的尺度 这是从认识的意义上来讲的 从认识的意义上来讲的 那么这两个意义表明呢 也就是说运动和静止啊 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都表明 物质和运动啊 它是不可分的 就是说不管是从它的存在形态来说 还是从人们对它的这样一个 对运动的认识来说 它都是不可分的 不可分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这第二个方面 就是讲的运动和静止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 再讲了运动和 这个对通过对这个存在的说明 最高存在的说明 对物质的这个存在的基本形式 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说明 以及对物质运动的说明 那就完成了 对这个物质统一性的一个认证 物质统一性的认证 这物质是它统一于什么 以及它是怎么存在的 它是怎么存在的 完成了对这个 唯物主义的这个 物质统一性的这样一个证明 对这个物质统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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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统一性的